平抛运动您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次咱们来研究一种类似的运动 斜抛运动 所谓斜抛运动就是物体出速度倾斜 并且只受到重力作用的运动 还是按照水平和数值方向分解运动 物体在水平方向上有出速度但不受力 因此没有加速度 水平方向保持匀速直线运动 数值方向上有出速度受到重力Mg 因此加速度为g 方向数值向下 数值方向上是云变速直线运动 因此斜抛运动是水平方向的云速直线运动 和数值方向的云变速直线运动的合成 运动性质清楚了 接着咱们来具体算一算 即出速度与水平方向的夹角是θ 那么水平方向上速度Vx就是V0cosθ 始终不变 水平内X就是Vx乘上T 把Vx带入进来就是这样 数值方向上物体出速度Vy0 就是V0sinθ 它由向下的加速度G 利用云变速直线运动的公式可知 T时刻物体速度Vy 就是V0sinθ-Gt 而Vy就是V0sinθ乘T 减去二分之一的Gt方 通过这些公式 就可以知道任意时刻T 物体的速度和位置了 任意时刻都能算 那咱们就来算算最重要的时刻 也就是物体到达最高点 和物体回到地面上这两个时刻 先看最高点 咱们关系它能扔多高 也就是最大高度是多少 物体具有数值向上的速度分量时 高度在增加 物体具有数值向下的速度分量时 高度在减小 因此物体处于最高点时 数值方向的速度是0 把Vy的式子拿出来 让它等于0 这就可以得到物体到达最高点的时间了 把这个时间带入数值方向 位移的式子里 就可以计算出最高点的高度 不过这个式子带入整理有点麻烦 咱们可以换个更简单的方法 利用云变速执行中的速度和时间的关系 物体出速度是V0sinθ向上 加速度是G向下 到达最高点时 数值速度为0 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 把它变形一下 就可以得到最大高度了 怎么样 是不是好算多了 我要提醒你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 都是利用在最高点处 数值方向速度为0 这个特点 你可一定要记住这件事 最高点的情况清楚了 接着来看看回到地面上的情况 此时咱们关心它抛出了多远 也就是射程是多少 看看这四个量 哪一个是确定的呢 数值方向的位移是确定的 这也是因为从地面出发 最终回到地面上 数值方向位移是0 解这个方程 就可以得到T的表达式了 把这个式子跟最高点时间比较一下 刚好是两倍关系 这很好理解 落地点跟出发点高度相同 所以这个过程是对称的 这两半时间相同 落地时间当然就是最高点时间的两倍了 有了时间 接下来利用水平方向的位移公式 把时间带入进去 就可以得到射程了 观察这个式子 你记得三角函数的二倍角公式吗 这刚好是公式的右边 所以射程就可以变形成这样 这就简单多了 有了射程公式 就可以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出速度为0确定 那么以多大的角度抛出 可以让射程最远呢 想要射程远 那就是让三眼二θ最大 根据数学知识 在二θ等于90度时 三眼二θ等于1最大 因此用θ等于45度角抛出时 射程最大 最大之就是微零方笔记 以上就是斜抛运动的基本知识 斜抛运动可以分解成 水平方向的匀速直线运动 和数值方向的匀变速直线运动 计算斜抛运动时 要分别计算这两个方向的速度和位移 斜抛运动中 最大高度和射程非常重要 用45度角抛出时 斜抛运动的射程最大 不过如果你在抛千球时 沿40度角抛出 并不会得到最大射程 这也是为什么呢 咱们下个视频再说 现在你先去做点题吧